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话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夜里 园里迷迷糊糊的翻了个身 手一伸 整边是空的 老公凯文并不在身边 顿时园里就彻底清醒了 他下了床 捏手捏脚打开门 婆婆房间亮着灯 园里从门缝看进去 凯文坐在床边 正在给他做按摩 凯文是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 白天上班特别忙碌 最近一段时间 老太太夜里醒来 动不动的就说腿疼 把儿子喊过去给他按摩腿 做完按摩 老太太还上儿子 睡在他的旁边 陪他说会儿话 无论母亲提什么要求 凯文都无条件地服从 凯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妈把我拉扯大 不容易 我妈高兴 我才高兴 是的 又是个单身母亲和妈宝男的故事 袁立和凯文谈恋爱的时候 凯文曾扶在他的怀里 讲述姑母抚养孤儿种种的不容易 说起往事 凯文的眼泪打湿了袁立的衣服 袁立的眼泪也是不断地往下掉 凯文说 我希望你能孝顺我母亲 袁立重重地点着头说 我会的 凯文是前途无量的主任医师 他长得帅气 心思细腻 对袁立特别体贴 袁立只是个小故事 不白不富不美 和凯文在一起 他觉得自己是高攀了 再说 袁立疼惜凯文 他想对她好 他愿意孝顺她的母亲 袁立第一次跟着凯文回家 婆婆连见面礼也没有给她 而且对她不冷不热 袁立却乐呵呵地钻在厨房 帮她摘菜洗碗 庄组对她的冷落毫不在意 结婚后 凯文依然把工资卡交给母亲保管 那年情人节 凯文想给袁立买条项链 他向母亲要钱 母亲却把袁立给数落了一顿 败家媳妇 我儿子赚钱容易吗 你又是买化妆品 衣服 又是满首饰 那些东西是能吃还是能喝 袁立的眼泪在眼眶转圈 他硬是咬着嘴唇 一句话也没有辩解 婆婆说她花钱大手大脚 嫌弃她不做家务 熟落她脾气大 让凯文受委屈 无论婆婆说什么 袁立都咬着牙不去反驳她 因为袁立知道 婆婆把凯文拉扯大 供她读大学 确实不容易 袁立也了解 婆婆对凯文的感情 以及姑母 对儿媳妇的敌对情绪 袁立体恤婆婆 所以她能包容她所有的不得体行为 包括夜里 她和儿子给她按摩 陪她说话到大半夜 让自己独守空房 那天袁立上班有些不舒服 就提前回家 蒙着被子睡觉了 睡一朦胧中 她听到婆婆和楼上的 刘老太 买菜回来了 婆婆热情地请刘老太 进来歇会儿 两个老太太坐在客厅 鸡里咕噜 家里长 家里短起来 婆婆向刘老太 炫耀自己的儿子是如何优秀 而媳妇是如何不听话 听着听着原理不绝的 竟然出了一身冷汗 婆婆说 我打心眼里就没有看上那个丫头 要不是我儿子当时鬼迷心窍 为了她神魂颠倒的 我根本不会让她进门 她从头发梢到脚后跟 没一个地方和我的心 只要我天天在儿子那里说她的不是 早晚儿子也会把她赶出门 现在我天天晚上 和儿子在我屋里睡 我是故意气她 看她能忍多久 清儿听婆婆说出如此恶毒的话 原理的心像是叼进了冰窖里 她几年来对婆婆的隐忍 突然就到了极限 我诚心诚意对你好 你即使不回应我的好 你也不能把我的好扔在地上 还要再踩上几脚 而且还想方设法要把我赶出去 这样的婆婆也真是一肚奇葩 原理觉得自己该奋起反击了 维护自己的婚姻了 否则婆婆早晚会把她和凯文拆开 她这个老虎要发威了 婆婆再也别想拿她当病猫拿捏 凯文下班回来 原理把婆婆和刘老太说话的音频 放给凯文听 为了防止凯文说她 无中生有地攻击她妈 原理偷偷用手机 为婆婆录了音 凯文听完皱着眉头说 你别跟我妈计较好吗 她年龄大了 她把我养大 真的不容易 我再不计较 我真的就要被赶出去了 凯文 如果你还想继续跟我在一起 我们就首付买套小房子 搬出去 原理打断了凯文的话 凯文立即反驳说 你知道 我工资卡都在我妈那里 她不会同意我买房搬出去住的 凯文 你的工资属于我们的共同财产 也有我的份 你把工资卡从你妈那里要回来 否则我不会罢休的 原理气愤地冲凯文喊 决定和婆婆撕开脸 原理一下子觉得 她一点也不能忍受婆婆了 原理眼看无法说服凯文 她决定自己先租房搬出去 其他的再从长记忆 原理租房子搬家 婆婆始终阴沉着脸 甚至还有些去除眼中盯的沾沾自喜 原理很快就发现 只身搬出来 也许真的是个错误 凯文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 其实地跟过来 而且原理发现 一周不见四岁的儿子 她想她 想得撕心裂肺 原理能想象出来 凯文即使想过来 婆婆肯定拦着她 而她向来对婆婆言丁计从 愤怒的原理 想到了离婚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可是冷静下来 自己想想 凯文除了无原则的 听她母亲的话 也没有别的致命缺点 原理不甘心 让婆婆把自己的婚姻毁了 经过认真的考虑后 原理决定改变策略 周末原理回去的时候 她没家三口 正在吃饭 而且是一副 其乐融融的样子 好像她离家出走 正中了他们的下怀 儿子见妈妈回来了 立即张着手臂 跑过来 原理抱起儿子 从包里掏住一份离婚协议 放在了桌子上 我咨询过律师了 父母离婚 四岁的孩子 通常会判给母亲抚养 婆婆嗷的一声 过来要抢孙子 你走可以 想带走我孙子 门也没有 律师说 父母是孩子的监护人 奶奶根本没有抚养权 连态势权也没有 原理说吧 抱着儿子就出了门 身后传来了婆婆 惊天动地的嚎叫声 原理知道 孩子是婆婆的心头肉 自己只要把孩子带过来 凯文母子俩就坐不住了 接下来 原理每天只针对婆婆发朋友圈 原理朋友圈的内容 大都是父母离婚 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 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缺失 孩子会变得孤独自卑 孩子长大结婚后 婚姻容易出现问题 单亲家庭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可谓触目惊心 又过了一周 那天晚上 原理刚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 就响起了敲门声 打开门 门外站的是凯文 原理按捺住心底的喜悦 自己的努力终于出见成效了 原理面无表情地挡在门口 你来做什么 你妈知道了她会不高兴的 凯文皱着眉头 就是我妈让我来的 我妈想孩子了 让你带着孩子回家 原理哐汤一声关上了门 她在门内冲凯文喊 我就两个条件 把你的工资卡交给我 搬出来住 否则我们就法院见 凯文不自信 依然在门外敲门 原理捂着耳朵 硬着心肠 没给她开门 既然婆婆已经坐不住了 再坚持一下 就彻底可以把她拿下 半个月后的一天 凯文打来电话说 妈住院了 她买菜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跨骨骨链 婆婆住院 把原理的计划 全部打乱了 怎么说 婆婆也是凯文的妈 原理带着儿子 去医院看婆婆 婆婆抱着孙子 痛哭流涕 原理鼻子也色酸的 她从水房 接了一盆热水 给婆婆擦脸擦身子 起先婆婆是拒绝的 可是原理依然 不管不顾的忙活 婆婆 也就热由她摆布 临床的老太太 羡慕地说 老妹子 你真有福气 我在这里躺半个多月了 我儿媳妇就是没闪面 儿子来看我 前脚到这里 后面 她就把电话 打过去 给她砍过去了 只有护工陪着我 哎 原理 婆婆嘴角动了动 终于夸赞了原理一句 我家儿媳妇 还算懂事吧 凯文 趁机拉着母亲的手 妈 我没家四口 好好过日子 好吗 儿子 只要你高兴 妈下地狱都愿意啊 婆婆 我的脸哭起来 原理又好气 又好笑 心里想 你不用下地狱 只要你不找我茬 你儿子每天 就会过得开心了 婆婆住院期间 原理请了长假 精心伺候婆婆 一直到她出院 婆婆出院那天 原理做了一大桌好吃的 吃饭时 原理郑重地说 妈 你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从明天起 我带着孩子住出租屋 免得住在家里啊 惹你生气 婆婆没说话 她住着拐杖 一缺一缺的 去了卧室 片刻婆婆出来了 她把一张卡塞给原理 这是凯文的工资卡 以后就交给你了 我有退休工资 凯文的工资我一分都没有动过 我替你们保管 也是怕你们花钱大手大脚 你们想买房子 搬出去也行 就是要离家近一些 要尝回来看看我 婆婆还说 在病床上躺了这些天 她想了很多 她也意识到 以前很多事情 她做的都欠周全 她说 小李 原谅妈 原理的心顿时就软了下来 也暖了一片 但她还是咬牙 对自己说 距离产生美 以后会加倍对婆婆好 但是一定要分开住 这个绝不能让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